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他就分不清楚 这A有不卷蛇 大卷蛇 跟中卷蛇 卷一半 Cherry Cherry 樱桃 那胸部呢 这也可以当五斗柜 柜子 胸部都可以 主要是讲胸部 Chest 也是一样 卷蛇卷一半 Chest 这种卷一半的音很多 所以你如果以前没有这种观念的话 这种音就不会准 所以可能 讲了很多年英文 老外就听得是懂非懂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发音 那鸡呢或者鸡肉呢 Chicken 也是一样 大家可能发Chicken Chicken Chicken 那你说老外为什么念的声音就跟我不一样呢 因为他知道 你不知道 你当可以发得出来 那有人说那我不是老外所以我发得不准 那不可能 因为你发音的方法不对 你不知道 以前老师就不会教 老师他自己 他自己也念不对 那当然有的人 他就会念啊 为什么 他学习能力比较强 他看到那个 美国电影 电视 他就觉得 这个念的不一样 他就跟他学 Chicken 所以很多人也听那个唱片 所以很多人呢 他英文唱歌唱得很准 他跟着唱片学 他模仿能力很强 可是这样他一讲又不行了 因为他只能模仿啊 那唱片没有了 他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这个频道就说 把所有的常用字 把它都全部列出来 那跑不掉 那我们这些列的字 如果一般 一般华人念的没问题 我们就不列出来 或者那种很少碰到的 很少用的也不列出来 就是常用的 这个字是带耳的音 ye 它不是e 它是ye 带耳的音 Chicken Chicken 就这么简单 你谁都可以念啊 我也可以念 我能念 所有人都可以念 但是你不知道 你就是Chicken Chicken Chicken Child 那有人说 自然发音吧 就跟着这个念吧 Chill Chill 所以以前那个中国啊 它就是中了这个毒 China China 就念China 可是老外还是念China 而且它中国呢 本来也没有中国 它China 本来是那个瓷器 China 念瓷器 然后慢慢变中国 所以那个大写是中国 小写是瓷器 日本小写是七起 那英国 England 英格来也可以大写 也可以小写 土耳其 小写变Turkey 变火机 所以这个是念Child Child 当然会这个 到没有什么 蓝的 Child 爱的音 爱 就是我们一般 爱呀爱呀 这个爱呀 写与火里面 爱呀 三杀 爱呀 这个没问题 只是说 有些人他一看 爱是不是 应该念Chill呢 不是 那这个就是Chill 这也是短音的 Chill 跟Chicken一样 Chill 不是Chill 所以很多一看到爱 就念Chill Chill 不是 Chill Chill 是种 那这是我现在六个 现在有七个了 有七个YouTube频道 英文秘籍啦 什么东西 大家看一看 对你觉得有帮助 但是在YouTube 很难看到 这个 一开始就 万事 凡事起头难 在YouTube更是如此 YouTube比较是 锦上添花 雪中送炭的比较难 所以要么就是网红 或者是要花时间 所以很多人他看不到 所以我在想 我这边都看不到 很多优质也看不到 当然明年那最快 你说红格星啊 红明星 马上一弄 大家都知道 所以现在就是 靠那个东西 Cherry 只念Cherry Chest 胸部 Chest 角色卷一般 Chicken Child 不是念Chill Chill Chill 所以这些音都不难 可是你不会就不会 所以很多人呢 这个感叹啊 比如说台湾人 大陆人 他程度也不错 也常常跟老外讲话 单子也认识很多 一般包装杂志 英文也看得懂 电视也看得懂 都看得懂 可是他程度很好啊 有的程度真的相当好 可是发音就是不行啊 那怎么办呢 那很多人 很年轻就跑到美国去 哇 这个华人 他咬字咬得蛮准 看他没有程度啊 他的认识的字不多啊 他的 他的语言的丰富性很差 那种没话讲 可是就是我们觉得 很多华人 他对英文有兴趣 可能也吃英文这行饭 或者相关的 怕老外 甚至可以去 接受访问都没问题 可是其实发音不行 那我就觉得很可惜啊 那程度都已经到了 你说英文已经学那么多年 用那么多年 可是发音怎么这么差呢 那有的是差一点 有的是差 蛮多的 有的是差很多 这个很奇怪 那难道音标 他知道嘴巴发音有问题 应该不是 他中文都可以讲那么好 那英文没道理 那你说他英文 花那么大的苦心去学 可是音标为什么不学呢 还是音标他是不学 还是学不会 应该不会啊 那我也可以念的蛮准的啊 那你们看了视频 很多人看了视频 如果有看 有这个机缘看到 这也没什么难的啊 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懂 英文可以程度很好 可是发音不好 搞不太懂 难道他是觉得发音不重要 不可能 就搞不懂 所以就说你除非在美国 ABC啊 土生土长的啊 一般的话就说 不管你英文程度好 坏 他发音就不太准 很糟糕 A cherry has a small round soft in the black fruit with a single hard seed in the middle or the tree in which the fruit grows 就是一个小的 圆的 软的 通常红色或黑色的 一个果实 Fruit 水果 它有一个 一个 Single是一个 或者我们讲单身 一个硬的 硬的子 在中间 或者它也是一个树 让它可以长 所以我们一般讲 那个樱花树 樱桃 Cherry Blossom 也可以 是樱桃或樱花 都可以 那我们重点是 在讲这个发音 Cherry 樱桃 或者樱桃树 也可以 A small round soft red or black fruit with a single hard seed in the middle or the tree in which the fruit grows 这small是卷舌 soft也卷舌 red卷一半 black大卷舌 single带耳雷音 single不是single hard是最卷舌 因为它有一个r 半母音 middle 也是卷一半 要带耳雷音 一点点卷舌 带耳雷 middle 所以这个 那固尔就完全不解释了 那我们看例句 Could you steal the cherry for me? Stone 大家都知道石头 你可以 石头是引名词啊 怎么中间被动词了 你是丢石头吗 你可以丢一个石头 丢到樱桃吗 或樱桃树吗 然后给我 不是 所以这个 一字多译 非常非常重要 没有一字多译的话 真的很糟糕 Stone是石头 它动词可以当丢石头 跟这边解释不通啊 那Stone它也可以 动词什么意思 去紫 把那个 植物啊 水果 把它那个紫啊 去掉 去掉 因为它把这个 很多水果的紫啊 比喻成石头 去紫 把紫去掉 就Stone 那你没有一些 多译的话 你很难 很难想得通啊 石头可以当成去紫 就是说 这句就说 你可以把那个樱桃的紫 去掉吗 为我去掉吗 那 樱桃 樱桃中间那个 很硬啊 牙齿 用力咬的话 牙齿都会咬坏掉 如果中年 五六岁 六七岁以上 搞不好 一颗牙齿就 就咬断掉 所以年纪大的时候 真的 你不要 不是开玩笑 因为它牙齿本来不好 甚至有些已经 你在咬 有时候咬硬了 咔嚓 真的会咬断 但年纪 偶尔也会 就真的 你咬很硬 然后你又真的很大力 就去紫 把紫去掉 the chest the upper front part of the body every humans and some animals 就是身体的 人或动物的身体的一个 上面的部分 前方 upper上面 front 前面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叫胸部嘛 那一块 肚子已经是到中间以下 between the stomach and the neck 在胃 跟这个 脖子当中 那一块 就是胸部 contained the heart and lungs 那它里面呢 包括了 心脏 还有肺 the upper front part of the body of humans and some animals between the stomach and the neck contained the heart and lungs 那种它也是 它是不卷神的 不是卷神的 are 那我们照一个句子 many male westerners have a hairy chest 许多呢 男的 西方人 他有这个 hairy 毛毛的 所以hairy不要说头发 说头发以外 他也是 毛发 手毛 脚毛 胸毛 屁股啊 背部是比较不长毛的 就有毛怂怂的 胸部 像 007 使人看浪来 第一代的 胸毛很多 但是007呢 都 几乎都 没有美国人吧 因为是英国片 007就是 美国的 金群 金群啊 军群啊 应该是讲六处吧 因为五处是管国内 六处是 是管国外 所以 五处就像FBI 六处就像CIA 所以 斯恩看大来是英国人 可是 讲英国人他不高兴啊 因为他是苏格兰人啊 他不是英格兰人啊 他是不列颠人 没错 Many male westerners have a hairy chest chicken a type of bird 是一种鸟类 kept on the farm for his eggs for his meat 被养在一个农场 所以keep 原型动作keep 除了是保持以外 也可以是饲养的意思 跟raise aise 意思差不多 那他养呢 为了他的蛋 母鸡生蛋 或者肉 所以养母鸡多了 那公鸡就是尸体嘛 叫 所以一般养母鸡比较多 what the meat of is this bird that is cooked and eaten 那他的肉呢 这种鸟 鸡也是鸟类啊 虽然不会飞啊 顶多翅膀动一动啊 跳起来一点点 飞不起来 这也是为了他的 meat 他的肉 那肉可以cook 可以来烹饪 或者是eaten 吃掉 a type of bird kept on the farm for his eggs or his meat with the meat of this bird that is cooked and eaten 好 我们照个句 my granny raised many chicken on the farm 我奶奶呢 外婆呢 姥姥呢 养了许多的鸡 在他的农场里面 那chicken呢 它本身就复数名词 所以没有什么 加S的问题 就是 单复数同行 chicken 所以那个 英文里面 有关于负数的 变化很多 有的是 绝大部分是 单负数不同行 有的是单数当负数用 有的是 都加S 或是ES 有的就是不加S 所以学问很大 我们在别的单元里面有提到 child 小孩子 a boy and a girl from the time of birth until he and she is an adult 一个男生或女生呢 就从出生开始 一直到他们呢 变成大人为止 就不是大人 都是child or the son or daughter of any age 或者是呢 一个人的儿子或女儿 就是任何年纪 那什么意思呢 前面说child 小孩子 未成年小孩子 那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是说 你就算八十岁了 你爸爸妈妈一百岁 他还认为child 你还是他的child 好 所以第一种 只有年龄的限制 小孩子 未满十八岁 后面呢 就算七老八十 老来子嘛 七十岁 他还要采一余亲 他爸爸可能九几岁 妈九几岁 所以这个意思 my brother has a child my sister has two children 我兄弟呢 有一个小孩 那可能是男的 可能是女的 有的不讲 都没关系 那我姐妹呢 有两个小孩 说一个叫child 两个以上叫children chill是凉爽的动词 become cold but not freeze 就是变成了冷了 但是还没有到freeze 让你觉得很冰冻的感觉 就凉稍稍的 气温可能十来度 凉稍稍的 那大概十度一下 就觉得冷了 所以大概十几度 比如说十一二度 到十五六度 这样子凉凉的 the earth chills when the sun sets 这地球呢 它也可以当土地 也可以当接地线 电气的接地线 这地球呢 常常用大写 OK的 用大写 小写都可以 你说太阳 用大写 小写都可以 那大写 可以是太阳 小写 可以是太阳 可是呢 如果只是小写 不能大写的 那个就是恒星 所以呢 恒星也是上 也是月亮 太阳 那地球呢 Earth 我们一般讲 行星是planet 但Earth也可以 当那个行星 月亮呢 Moon 也可以当卫星 那我们再把这些 阴来练准一下 Cherry Could you stand on the cherry for me? 因为Cherry 可能樱桃不止一颗啦 你可能包去个 五颗 八颗 十颗 吃一吃 只要不要吃太多就好 一颗小小的 Could you stand on the cherry for me? Many male westerners Westerners have a hairy chest Many male westerners have a hairy chest A chicken My granny rads many chickens on her farm My granny rads many chickens on her farms Chicken 不要再加S 这看到404 这个网路上的网页 如果空掉了 没有了 都写个404 My brother has a child and my sister has two children My brother has a child and my sister has two children Chill The earth chills when the sun sets The earth chills when the sun sets 这期就讲到这里 这期就讲到这里 是 ε IVI We